每半个人的山区路边 两位壮汉将一人狠狠驾着往前拖行 随后将人丢包离开现场 这段荒凉山区的惊悚丢包画面 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夸张掳人丢包全是因为感情纠纷 据了解新北五谷有位张姓南公关 因为不满令名赖姓男子 疯狂追求自己的女朋友 双方日前大打一架 没把误会解开 积怨在心里 这个月11号 赖姓男子以工作名义涉局 要来张姓男子出场陪酒 他原本还以为有工作上门 不宜有他赴约 没想到遭对方淋虐殴打 还抢走他身上所有财物 最后被再去戏纸山区丢包 男子自己负伤到医院就医 通报远警帮忙逮人 警方以车追人 当晚逮捕涉案的五名犯贤 因为感情纠纷 就涉局强弩 还将人凌虐丢包 凶残手法曝光 现在嫌犯得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杨洁 范雅乔新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